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阶攻击力上升至300 脱退后有10%概率不损失花蕊 三阶攻击力上升至400 脱退后有20%概率不损失花蕊 四阶攻击力上升至500 脱退后有30%概率不损失花蕊 重置是有25%的概率释放大招 五阶攻击力上升至600 通过任意方式成功把僵尸拖入底底 会对当格引发一次伤害为1500的爆炸 大招效果将一只僵尸拖入底底 或是造成100x11加植物结束的伤害 专门效果 释放大招时将三只僵尸拖入底底 或是造成100x11加植物结束的伤害 出没关卡 魔盾世界第27天 主要获取途径 限时礼包复位 限时夺宝 各种活动赠送 无金上电 转金碎片等等 暗影草和暗影豌豆的区别 其实从十节僵尸的坑落就能看出来 暗影豌豆的吞噬能干掉十节僵尸 暗影草的话就力不从心了 我们知道在失去最后一根花蕊后 暗影草会死亡 如果这时候赶紧给一个能量豆 它还能继续释放大招 有同学说不知道暗影草要生命值干嘛 比如这个滚轮 就体现了生命值的作用咯 来了来了 贴图之城随持弹道 暗影草的攻击轨迹也是证明了这个事实 在海里的僵尸也是能直接吞掉的 即使还在潜水的僵尸也会被秒 如果对骆驼卡牌使用暗影草 那么骆驼不会死亡 会冒出眩晕符号 然后一直不能通关 另一个雷同的效果 就是对无头矿工使用 暗影草也是当仁不让 这种总结 这是一株功能单一的消耗植物 吞噬将事后消失 冷却时间较长 吞噬的等级限制大 导致了它功能性偏低 通常情况下一节收藏几个 对于暗影草各位同学有何看法 欢迎畅所欲言哦 万物皆可受评 我是小煞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